这一边跟各位介绍的是如何制定布景主题 首先将我们想要显示的图片放在一个资料夹里面 当然这些图片可以是一些家庭生活照 或者是一些明星照片 像我现在收集一些明星照片 放在桌面上的制定布景主题这个资料夹里面 然后在桌面空白的地方 按下滑鼠右键 选择个人画 选择桌面背景 选择浏览 选择自定布景主题这个资料夹 按下确定 大家可以看到桌布已经开始变换了 接下来大家看到 这个资料夹里面总共有五张图 但是我只想用左边的三张做桌面布景主题就好了 那怎么做呢 我现在按下全部清除 然后将滑鼠移到左边第一张图的时候 图片左上角是不是出现了一个小四方形的核取方块 把滑鼠移到核取方块 按下滑鼠左键 它就打勾了 第二张跟第三张图也是同样的动作 接下来选择你想要的图片位置 选择图片间隔 要不要随机播放就看你自己的选择 按下储存变更 关掉视窗 这样就可以了 在这里可以设定一个个人化的布景主题 接下来就看你自己怎么设定自己的桌面了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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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核心